西窗上冒出一根根石筍 頭上還頂著一塊小石頭 巷釘小帽子 看起來還有點像魔法公主裡面的小精靈 獨特樣貌迎來有可好奇 這到底是天然還是人工的啊 它水邊在用比較不簡單 但要落大火的時候 它這種比較小顆 它沖刷下來 它就這種就頭就噴在面上了 原來這些石柱是因為大雨沖刷 加上溪水從石鉤侵蝕 土壤被沖走留下較硬的石頭 日積月累之後 就形成這樣獨特的景觀 但是這些小石柱其實相當脆弱 這就倒掉了 有的倒掉 它風吹也會倒還是水 我會說這種就是 它如果太淡也會倒掉 太淡也會倒掉 獨特的天然石柱景觀絕無僅有 但只要一場好大雨 可能就會被破壞 草嶺觀光協會希望能想辦法 保護這獨特而珍貴的景象 讓更多遊客看到草嶺的特殊景觀 借廖文斌雲林報導 明星座 除了 不祭